HELLO 各位晚迷,又是我祖士 今個星期日10月13日 雪蘭羅會有9場賽事編排 第一場開跑時間是下午1點20分 全日9場都是命名賽又或者有一場是杯賽 騎士方面,除了蕭保衛繼續在這邊上陣外 還有一個新加坡的本地騎士 過去兩年獲得最佳當地騎士獎王敬拳 亦會嚇串 事不如遲,先講第一場 在第五班的1400米 由第一場至第五場的賽事 都是全滑A跑道的短直路 而第六至第九場是長直路 這場賽事,我選了一號馬的後會有期的試集片段 跟大家分享 這組試集,其實也看過 9月24日第三組 後會有期這組是黃黃色衣服的 現在白眼罩已經搶了出來第二位 放了出來的那一隻是垂領豐騷的 後會有期的外面是一隻達喜的 現在後面的馬是落後比較遠一點的 現在前面垂領豐騷放了出來整個馬位 但後會有期已經追到上來第二位 落後一個馬位開始轉彎 而達喜就在外當的第三位 三隻馬都是比較前一點的 現在那隻垂領豐騷看一看 外面後會有期已經上來拍住了入直路 而達喜就落後了整個幾馬位 現在前面垂領豐騷還是領先一點 但後會有期拍住他的姿態 其實是比較輕鬆的 開面的達喜也開始上來 現在垂領豐騷還是領先一點 但後會有期在終點前過了那隻垂領豐騷 那隻垂領豐騷已經贏了馬 後會有期這次初出都是跑五班賽 所以機會都不錯 這隻後會有期新加坡馬 其實來了大馬之前 最後一場就是跑今次的路程 千四米都上到名的 所以結合去試襲的表現也都不錯 有權是一出即勝的 次選方面都是選一隻 前新加坡馬第一次來大馬上陣的 七號馬虎空 這隻馬試襲的表現也都不錯 是早段是比較後的位置 入到直路是從內蘭攝上來最近 所以這次跑到中距離 初出都有權力推翻大局 第三選會選五號的登月 這隻馬的跑法上是以放投是最殺性 近漲經常都遇到其他快馬在陣 發揮不到水準可以理解 這次換回去 最近的野馬佩達國柏文上陣 排個內檔起步 如果搶出控制到報速的話 都可以偷襲的 第一場賽事我順序提供是 1號的後會有期 7號的虎空 和5號的登月 接著是第二場 5班14米一場比較高分的組別 我選了3號馬的雪兒 上一場賽事片段跟大家分享 雪兒一場是9月14日余補賽事 起步現在最慢的2號馬就是雪兒 其實這場賽事我們都要看多一隻 就是安達多 因為這一場他有份跑 現在前面放了出來 就是銅利多 接著那隻就是灰馬的老闆萬歲 現在安達多一直都是在3、4位 而雪兒現在上去一點 就是在尾爾位置 現在前面放了出來就是銅利多 接著第二位那隻就是老闆萬歲 現在安達多一直一直追到上來第三位 接著就有些老馬 就是喬治城那些馬 現在雪兒還是在這個 比較後的位置 尾爾開始轉彎的 現在前面和利多走得到3、4個馬位 接著那隻就是這個 板萬歲 移了出來中蕩 但是追徑也是一般的 安達多現在開始追著這個 板萬歲外蕩的 雪兒現在才剛剛找到位 在中蕩上來的 但是前面那隻 和利多已經走掉了 在贏這場賽事 安達多最後幾步 去勢就比較強一點 過了那隻板萬歲 而雪兒是全場衝得最厲害的馬 最後那兩步都可以追回第四 雪兒基本上贏了這麼多場馬 是今場賽事其中一隻贏馬最多的馬 他的部署上有些少是無保不落的 但是上次剛剛看的片段 這麼厚都可以追上來 其實那隻馬的狀態應該是可以保持到的 今次轉回來雪蘭羅的角族 如果他跟前一點 以他的後勁 之前有大勝對手紀錄 又可以再贏馬 次選方面 就會減回8號的安達多 夜馬在剛才的片段 都有份角族 跑第二 他就一直在沿途都守著 比較有利的位置 夜馬均速的跑法 其實在低班賽事是幾殺食的 所以 今次如果這場賽事 都是一早擺在前列的話 入三格其實都應該幾容易 第三選會選擇 四號的王者八三 夜馬跑五班賽 其實都有少許好處 在未改名之前 試過是跑短途1020米都可以後上贏馬 近期 那個部署上就忽長忽短 今次跑回中距離的1400米 應該會更加合去腳法 用到蕭保衛 鬥志一定會鮮明 所以可以拖起來 第二場賽事 我順序提供是 3號的雪兒 8號的安達多 和4號的王者八三 接著是第三場 四班千二米 這場賽事 我選擇了2號 駱亞黑巷 最近一次試襲片段 和大家分享 這組是10月1日 第一組一千米試襲 起步駱亞黑巷已經很快 黑衣服中檔已經先出來了 開面全部都是高分馬 包括夜上海和彪立子 然後 之後 有份國族的神鷹戰士 那些馬是比較後的位置 前面放了出來 三隻馬並排 開始轉彎 包括貼欄就是駱亞黑巷 中檔就是夜上海 開面就是彪立子 後面上來的馬 還有神鷹戰士 開面還有一隻躺水 前面入到直路 那隻駱亞黑巷 已經放來整個馬位 夜上海高分很多馬 一直都是推著第二位 開面上來 還有一隻躺水 而神鷹戰士 試短途閘 其實在第五位 過終點的走勢不差 駱亞黑巷 按住都可以贏那隻夜上海 證明這隻馬狀態不錯 一早試襲駱亞黑巷 贏了很多高分馬 都是跑一陣間 稍後長次的杯賽 而這隻馬 上一次跑三班同情 其實後上跑第四個 表現都不差 今次結合下來了四班角族 而且在同場的快馬很多之下 排內蕩起步 又進可攻 退可守之妙 又可以贏馬 次選方面 又會選擇三號的元寶 前新加坡馬 其實在當地 都是跑一些比較長的路程 但上次第一次在大馬上陣 跑一零二零米短途 都可以在後上追回第五 結合回去 之前在新加坡 最後一次上陣 跑一千四米 都可以放回入直路才力藥 所以今次 跑一千二米 可能會更加合腳法 是今場的危險伏兵 第三選 我會選擇九號的保馬六一 上次初出 同場有日同主馬 升周六一贏馬 但本身的表現都不差 所以今次熱身之後 匆匆再戰 都有權提升名次 第三場賽事 我順序提供是 二號的諾亞克項 三號的元寶 和九號的保馬六一 然後第四場都是千二米賽事 這一場馬 應該是限制未贏過的 三和四歲馬各族 我選了九號的都德 上一次賽事片段 和大家分享 這一場都德 是九月二十二日的 未勝馬賽千二米 起步其實都幾快 已經出來了 接著拍著它 就是這個 障劍天籃 後面可以看到 現在 拉到彈一下彈一下 那隻淺藍色衣服 就是今場都有份跑 樂基兄弟 現在前面放出來 就是都德 接著就是一觸即發 然後 那個障劍天籃 又放進去 埋欄第三位 反而樂基兄弟 被他放進去 現在第六位轉彎 現在前面 都德 一直控制著 現在前面的都德 還有整個馬位優勢 但是這兩部的障劍天籃 越追越近 終點前 就被他過了 而樂基兄弟 在後上 就跑第三 都德 上一次 放到回來 最後才力弱 是輸少少 給那隻 象劍天牙 所以這次賽事 這隻馬 其實都有 佔得先機之利 因為他排檔上 會比其他快馬 排得比較好些 所以這次 有權一放到底保重 次選方面 我選10號的金牌 玫瑰 馬上一次 都是跑一些類似的賽事 輸了給那隻勝者 為王 但是跑法上 他好像都不是很規矩 所以這次這隻馬 排在都德的外側 就找他做複選比較合適 第三選 我選7號這隻 洛基兄弟 這隻馬上一次 都是跟這個都德同場 其實那個檔位是不錯的 但是就被其他馬 一直這樣 放過來 變成轉彎 居較後的位置 入直路又要拉出去外檔上 所以就跑到第三 所以這次這場馬 都是排回外檔起步 只要組段 不要那麼執輸 都有權威脅對手 第四場賽事 我順序提供的是 9號的都德 10號的金牌玫瑰 和7號的樂基兄弟 第五場優越B級賽 1100米 這場賽事 我選了4號證人 上一次贏馬片段 和大家分享 這場證人是9月22日的1200米賽事 雖然這場排外檔 但跑幾步 始終速度是比較快 現在已經開邊 一直在割來 現在前面 終於正人 已經放來兩個馬位 第二位 就是太平閃電 之後 還有飛馬旋風 和朱老闆 那些馬 開面上來 還有一隻一路複星 白眼罩 現在一轉彎 正人已經放來兩個馬位 之後 就是太平閃電 然後一路複星 一路複星 一路複星 上來第三 後面的馬 還有朱老闆 飛馬旋風 已經落後開始比較遠 進去直路的時候 正人就是禁著 領先一個多馬位 太平閃電 這一場一路追著它來跑 其實都跑得不錯 後面一路複星 就已經被那兩隻馬 彈掉了 現在前面的正人 再仰幾步 雖然今場的取勝距離 比較短一點 但一路回來 都是沒有什麼威脅的 太平閃電 跟回第二 一路複星 就跟回第三 正人來了大馬之後 是三出三折的 雖然取勝距離 已經越來越短了 但以放頭的跑法 今次跑短100米 跑了1100米 樓方上應該更加無後顧之憂 只要組段順利搶出 有權再次一放到底 第四出四折的狀舉 次選方面 我會選擇 8號的升周六一 上一次也是初出已經贏馬 而且賽前的操練都不是很起硬 所以今次升了班角族 仍然都有一定威脅力 第三選 可以選擇三號的軍旗 上一次覺得去1020米 嚴短都可以後上贏馬 不過今次就沒有了潘曉浪壓陣 就變成黃敬拳 跑了1100米 又長一點 都有利去追趕 而且前段 肯定有些正人的快馬 都有利去後上 可以後上欠一席 甚至再贏一場都不出奇 第五場賽事 我順序提供的是 4號的正人 8號的升周六一 3號的軍旗 接著第六場是 下尾聖馬的1400米 我選了2號的南無斯特 上一次賽事片段和大家分享 南無斯特 這場9月14日的尾聖馬1200米 賽事在宜保的角度 起步去排一檔紅衣那隻 現在在尾三位置 現在前面放了出來 黑衣那隻就是匪紅氣泡 開面還有一些機靈仔 那些在真實 現在日南無斯特 一直都是在尾三位置 但是前面好像重重圍困 一直都是在內蘭等位置 現在前面 鐵蘭黑衣那隻 匪紅氣泡 就被開面那些馬過著半個馬位 但是他一直都是攝著條欄 現在南無斯特 已經開始移出去外劫 開始在外蕩那裡上 不等內蘭 現在前面的匪紅氣泡 入直路 乘著羅蘭之利 又過了對手 現在南無斯特 其實一檔起步 但現在飛到出大外蕩那裡追 現在前面的匪紅氣泡 現在騎下去已經彈掉其他對手 南無斯特 現在還輸四五個馬位 所以最後他能夠追回第二 證明這隻馬的後勁都不錯 而且匪紅氣泡 其後都再贏 所以南無斯特 這次真情應該是合適的 南無斯特 其實兩次在同類領域賽事 都跑第二 表現都不差 上次起步太過執書 後上雖然對頭馬沒有威脅 但贏那隻馬 匪紅氣泡 再出都可以贏四班賽 證明水準都不差 今次真情覺逐千四米 較有利追港之下 有權打開勝門 次選方面 選10號的大英雄 馬之前都是跑類似的賽事 雖然是接近 但對頭馬沒有威脅 但最近一課試襲 換了一個新的配備 走勢比之前明顯有進步 所以今次有跑長一點的千四米 亦都適合追港營的跑法 可以突如其來有好表現 第三選 選1號的雙槍將 這隻馬雖然試襲的表現 還有不足之處 但連馬斯鄧德爾派伊 這樣的側身馬過來 其實已經有很多馬 一出有好表現 所以今場 都不能太小看 第六場賽事 我順序提供的是 2號的南無斯特 10號的大英雄 和1號的雙槍將 第七場是今天的棄浴 2024年多多博彩好運賽馬挑戰盃 在優越A級賽千四米 我選了9號的黃金飛馬 上一次賽事片段 和大家分享 黃金飛馬這場是9月22日的千七米 優越A級賽賽賽事 起步其實都不是太慢 都是在五六位之間 現在放出來就是小確幸 接著有這隻灰馬赤寶雪域 接著就是劍傾 現在黃金飛馬 其實都是拍著金槍王 在四五位的位置 後面還有一隻飛馬阿塞 現在前面放出來就是小確幸 接著是赤寶雪域 第三位是劍傾 這三隻馬今場都會有分角逐 現在這個黃金飛馬 都是留住在第二疊的第五位 開始轉彎 現在前面小確幸 一隻馬在前面控制步速 其實那個威力都幾強 但是赤寶雪域 現在拍出來燒燒它 然後後面劍傾在第三位 現在這個黃金飛馬 已經過了金槍王 盡佔上第四位 現在前面赤寶雪域 過了半個馬位的小確幸 現在劍傾 也都開始拉出開面那個上 黃金飛馬 亦都跟著後面那三隻馬 再飛出開一點 望空追上來 現在前面小確幸 入了直路之後 又放回來赤寶雪域 劍傾 追上來 那個追勢都不是很強 反而外擋的黃金飛馬 現在打幾邊 已經是追貼了劍傾 現在前面小確幸 這場雖然是什麼重磅 但是一直控制著 步速是最佳的跑法 現在黃金飛馬 雖然過了建傾 最後幾步 越追越近 但是都是為時而晚 最後都是追不到小確幸 黃金飛馬 雖然近兩仗 都是跑第二 是輸少少給對手 但是今次跑回 短一點的千四米 對這隻衝刺力 是有股蠻勁的馬 我覺得更加會合適 今次雖然會再對回 其他惡馬 在陣 但是用盧塞尼 配搭上會比較硬 而且排檔 亦都是比其他主要對手好 可以一說前此 次選方面 都是減回黃金飛馬的老對手 五號馬的天馬行空 這隻馬上一次 就是在雪蘭河金杯 殺低黃金飛馬 但是今次又是沒有了潘曉朗在陣 以及跑回短一點的千四米 可能性能上 黃金飛馬會好一點點 最重要的是 今次都是要讓榜給對手 所以就找他做複選 第三選 要選一號的成風破浪 這馬其實那個跑法上 比較單調 一定要一隻自己放 那個威力才是最強的 所以上次做了一點之下 就殺敗今次很多同場的對手 今次雖然跑長一點的千四米 但是計排檔 是眾多快馬之中 是比較好的一隻 狀態回湧之下 有盧繼續有好表現 第七場賽事 我順序提供的是 九號的黃金飛馬 五號的天馬行空 和一號的成風破落 接著是第八場 四班千四米 這一場賽事 我選了二號的神鷹戰士 上一次 贏馬片段和大家分享 這一場是較早時的 神鷹戰士 八月二十四日 都是四班千四米的賽事 起步是排四檔 現在前面 放出來比較快 就是那隻蜘蛛人 現在神鷹戰士起步 雖然被其他馬可以撞一撞 但是很快 放到鐵欄 推上來 大約是四五位 接著 第二位 還有一隻太平獵人 開面 還有一隻 間條三 就是羅渣 現在神鷹戰士 已經上到鐵欄 第四位轉彎 現在前面的蜘蛛人 按住放來整個馬位 羅渣進佔第二位 而神鷹戰士 這兩步已經進佔了鐵欄第三位 有遮擋 開面了一隻太平獵人 後面的馬已經是一隻隻推 現在前面的蜘蛛人 按住放來半個馬位 但是羅渣一直咬著他 而這隻神鷹戰士 一直省著位轉彎 在第三位 開面的太平獵人 在這裡首先發力 追越那隻羅渣 現在神鷹戰士 在蜘蛛人和羅渣中間 終於找到位置 一拍兩邊 已經是拍著羅渣 和開面的太平獵人 現在前面 神鷹戰士 看空了 去勢比較強些 先過羅渣和太平獵人 直吹終點 而康加利 後上最後幾步 就過了羅渣 拿到第三 神鷹戰士 這場是輕鬆 贏馬 神鷹戰士自從 在新加坡轉戰大馬之後 兩出兩折 上次贏完馬之後 重新備戰 試了貨集 剛才也看過 走勢都不是很差 所以在狀態保持之下 都是跑回最近贏馬的 同班同程 四班先四米賽事 有權再下一城 次選方面 都是選一隻 和神鷹戰士一樣 來了大馬之後 兩出兩折的戰神 這隻馬 雖然贏馬的姿態 沒有神鷹戰士那麼好 但是 勝在這次 背榜較輕 而且用黃敬拳上陣 也不會 部署放門 所以 兩隻馬 應該會有一番惡鬥 第三選 會選擇 七號馬 林家貞陽 這隻馬 上次 又是第一次來大馬國族 在一個沿途走位 不太好之下 雖然對頭馬沒有威脅 跑了第二 但是 那場千二米賽事 贏馬就是急先鋒 這隻馬 之後再升班 都可以再贏 所以 林家貞陽 這次的真情 跑一個千四米 排回一檔起步 都有權後上爭一席 第八場賽事 我順序提供是 二號的神鷹戰士 九號的戰神 和七號的林家貞陽 接著是最後一場 第九場 四班千八米 我選了四號馬的格魯丹 上一次贏馬片段 跟大家分享 這場格魯丹 跟神鷹戰士一樣 都是8月24日的賽事 跑了千六米 起步其實不是很快 現在 推了幾部白眼罩 那隻在中蕩 都未放出來 現在放出來 就是這個均和 但是格魯丹 推了幾部 拍了一邊之後 已經拍了上來 跟著第三位 還有一隻中蕩白帽 橙衣 就是太平溫衫 跟著 就有一隻 格仔衣 就是這個 譚吉士 現在前面 格魯丹 終於是過了均和 開始慢慢轉彎之前 單騎放嶺 是放進來南轉彎 開面上來 就是太平溫衫 均和 守回到第三位 而第四位 就是譚吉士 之後 鐵欄 就是空中霸主 這一場都有份跑 現在前面 那些格魯丹 一直都控制了步速 好怕很多 因為這隻馬 就步步尺七 大步馬 後面那隻太平溫衫 一直跟著他 都是落後整個馬位 而均和 雖然有遮擋 但是這場跑1600米 可能會長一些 你入到直路 格魯丹 只是按住 那隻太平溫衫 打下去已經沒有力 均和 都不敢那麼快 看著 反而外檔 淺藍衫的空中霸主 這兩部打上來 一直拍著 均和 現在前面的格魯丹 一路再推幾步 越嵐越大步 有彈掉了 均和和空中霸主 最後那幾步 還越彈越開 均和 跑到這裏 就沒什麼力 反而空中霸主 最後那兩步 越追越近 最後一步 就過了均和 拿到第二 格魯丹 贏完馬之後 雖然都是投了一排 但是他的部署 就好像 剛才那一場 同主馬 神鷹戰士 一樣 都是試了貨閘 才再上陣 而試閘的走勢 也很好 由頭到尾 這隻馬 其實 之前初出的那場 就是早段 放不了頭 那個末段 都是加速力不強 跑到第三 所以這次真情跑千八米 其實排在一檔起步 只要他全程採取主動的跑法 以他步步尺七 有權再贏一場食尾糊 次選方面 我會選擇三號的瘦手牌 那麼 夜馬近兩次的表現 比較差 但是今次 就換回 跟他夾過八次 都未得過三甲的拉齊奧上陣 在人馬合拍之下 三甲一席應該挺穩陣的 第三選 我會選擇五號的北辰 這隻馬近跡上 部署就有少少梅花間足 但是今次排的內檔起步 對他發揮是很有幫助的 結合這隻馬 由於遮擋之後 跑順是有一段衝刺的馬 所以今次應該很適合他跑的 冷卻也可以加入考慮 第九場賽事 我順序提供的是 四號的格魯達 三號的瘦手牌 和五號的筆實 下一次賽事 雪蘭鵝將他安排在 10月26號和27號 打踏跑兩日賽事 介紹我們再見 拜拜